欢迎来到星星频道,请点击订阅并关注,获取最新资讯。 杨幂新剧遭吐槽 赵丽颖口碑爆棚 85花大战谁胜出 杨幂凭借古装剧中的绝美容颜以及现代剧中表现出的独立女性形象,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 最近,当生万物的预告片推出时,她以崭新的村姑造型亮相,这一跨界尝试在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。 对杨幂来说,扮演宁秀秀毫无疑问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挑战。 观众以往习惯于她在荧幕上展现的亮丽形象。 而在生万物中,她必须放下这些光环,穿上朴实的衣服,体验农村生活中的点滴细节。 这种强烈的形象对比,不仅检验了她的演技,也挑战着她对自身形象的理解和接受。 杨幂决定勇敢地走出这一步。 为更加贴切地塑造宁秀秀这个角色,杨幂走进农村,与村民们一起生活,共度时光。 亲自感受农田生活的艰辛与魅力。 她细心观察农夫们的日常行为,并学习他们的生活技巧,全力以赴融入这一全新环境。 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体验,使得在演出时可以更加自然和真实地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。 在观众观看影片的时候,不仅能察觉到杨幂演技的提升,也能够感受到她对每个角色所付出的努力与用心。 生万物不仅是杨幂形象上的一种突破,也是在演技方面的一次锻炼。 宁秀秀这个角色情感层次丰富且命运坎坷,演员需要具备扎实的表演基础和细腻的情感处理能力。 杨幂在剧中的表现十分出色,她通过细致的表情和动作生动地展现了角色的各种情感。 尤其是在一些情绪激烈的场景中,她的演技更是深深打动人心。 这不仅显示了她多才多艺的演技,也在观众心中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而丰富的人物形象。 随着生万物的上限,杨幂的跨界尝试引发了众多关注和热议。 她的粉丝们纷纷表达了支持,认为这次尝试体现了她的勇气和决心。 部分观众和评论家对她的演出赞誉有加,认为她在角色塑造和表演技巧上展现了显著的提升。 当然,也有一些人对她形象的变化感到不适或提出质疑。 根据剧组发布的照片及初步反映,杨幂此次尝试似乎未能获得观众的全面认可。 一方面,观众对她是否能够彻底摆脱过去的角色光环,真正投入新角色表达了疑虑。 另一方面,也有不少关于她形象与角色设定不符的争论不断涌现。 有些人认为,真正的农村女性不应具备如此精巧的面容和显著的都市气息,而杨幂的形象显然与这种观点背道而驰。 杨幂此次的尝试为她的演艺事业增添了鲜明的一笔。 她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,一个勇于跳出舒适圈,敢于迎接挑战的人。 这次尝试让她不仅扩展了自己的演艺范围,提升了表演技巧,还展现了一位更加真实且多样化的自我。 我们相信,这次的跨界经历将为她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。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